院長憲策說 護證單位可將試婚青年或還未生子的民眾把資料給相關單位介紹獎勵政策 但這是否侵犯隱私 政府是會將實施勾擊民眾衛生未婚資料來催生 院長針對少子化的憲策 護證單位可以把未婚青年資料給相關單位 現在被批評說是侵犯隱私 院長拋出勾擊單身青年這樣的想法 希望解決少子化 但國務院長立委徐巧欽質疑有違反個資法的疑慮 是不是想太多 請教院長 好 謝謝 昨天時間比較短 所以講得比較簡短 可能引起一些誤會 事實上昨天在護證日 我到機關去頒獎 其中有一個獎項 就是人口政策措施基憂的這個獎項 所以我在鼓勵現場的同仁們 我也在昨天也提過 健全的護證制度可以有效的幫助我們做人口的規劃 所以在昨天頒的這個獎項 它的內容就是針對性別平等 以及少子化 高齡化 移民等政策 提供具體的措施 而加強宣導的有功的人員 那麼我只是在這樣的基礎上 希望能夠更精進 更準確的來協助這些同仁們 將來透過各種的科技技術 可以更有效的直接做一些政策及獎勵措施上面的加強宣導 絕對沒有預約現在在進行的各項工作 做以上的澄清跟說明 謝謝 接下來是台視一電視提問 院長怎麼看 在野黨揚言要在短時間內成立調查小組追查弊案 藍白明天開第一槍 你成立靜電視專案小組 且不排除行使聽證權 想問院長怎麼看 是否加深行政立法衝突 行政院提出副議案失敗後 國民黨多次批評大法官是民進黨人馬 會不會覺得是怕釋憲後違憲 現在四個機關都分別的提出了釋憲 我還是誠懇的希望 在這個提出釋憲以及申請暫時處分的時間當中 任何人或任何機關都不要給大法官任何的壓力 讓他們能夠在最適切合理的時間內做出最正確的判決 那之後才是所有的機關依照這樣的判決 內容來執行 也是來守護憲法 所以我還是覺得大家在這個時候 應該等到市憲機關所進一步的決定之後 才開始我們未來的所有合法和憲的行為 是比較妥當的 接下來是台式提問 最新民調藍白反感度都超過五成 此時藍營卻提出要修改選罷法 預計本週排審 院長怎麼看 調整罷免門檻 我要要嚴肅的說明一件事情 任何民意機關如果在任內對自己有任何的擴權 人民都不會接受的 擴權包括增加自己的權力 增加自己的待遇 延長自己的任期 或是保障自己的權利 這個在當初人民投下這一票的時候 是沒有授權的 所以在任內做相關擴權的動作 人民都會覺得 這應該都是將來在檢驗每一位民意代表基本的條件 所以我是很審慎的希望 民意代表在這個過程當中 能夠謹守奮祭 那麼現行的法律 就是現在選民跟代表之間的契約 契約不容破壞 最後由中市提問 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 稱兩岸實質是兩國 被批評說法不符憲法 馬辦認為 若把大陸當成另一個國家 那陸委會就該彩測 請問院長 我還是認為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然是互不隸屬 就現狀而言 就是互不隸屬 而這個現狀 就是我們現在全國人民要極力維護的 也是對於印太安全穩定 最有幫助的一個現狀 我們還是朝這個方向 目標來做最大的努力 謝謝 謝謝